烏克兰东南边最新的情况 你看到这幅图很容易看 红色的部分就是俄军控制的地方 蓝色的部分就是烏克兰军驻扎的地方 这里就是黑耳虫 看到有些叫斜条蓝色 这里代表什么呢 看回相关的资料 你看到昨天来说 在网络上放了多条这些影片 这些影片就是说黑耳虫 里面那些市民 就出来示威抗议 见到很多人握住这些烏烂旗 不断吹 其实你看看黑耳虫 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 D1来说 这个俄军进入入侵 这个叫黑耳虫里面 这些黑耳虫居民都出来示威 复旗示威 你看到俄军就向天开枪了 那你见到 就肯定就说 现在这个黑耳虫里面 那个网络是没问题的 可以拍了支片之后 就放上这个互联网那里 给大家知道黑耳虫里面最新的情况 也可以这么说 黑耳虫里面也都知道 外面最新的情况 你看到就说 喂 这个叫做俄军 甚至这个恐怖分子 就在基附对上的暴茶那里 做大屠杀的嘛 应该这个叫做黑耳虫里面的居民 都知道这件事的啦 他不怕这个俄军大屠杀的吗 喂 看回真的不怕这个俄军 那其实看回就是说 这个俄军 现在这么多 他对这个时间 还有这么多 这个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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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啊 自己已经放下了 他们都不怕的了 你够胆了 你不是要杀我 Mickey 等于这样 等于这个是 放出了很强硬的信号 那也都可以比 现在在外面 就是在俄军 即是未佔领的地区 的亩能地区内 那些民众可以知道了 现在被这个俄军佔领地区 夏爾松的人民都可以這樣站出來這麼硬 外面的地區也會很硬 要留意這裏,夏爾松這個城市裡面 現在還是很完整的,沒有什麼戰火的痕跡 說回來,現在這個叫做烏雷軍在外圍,進行一個叫做反攻 最主要現在的問題就是,如果這個烏雷軍在強攻進入這個叫做夏爾松 之前也是在這裏很近的地方,也看到這個夏爾松的城市 問題就是,現在假設你現在這個烏雷軍上了這些重型武器 真的可以做一個反攻的 而這個鵝軍來說,其實他用一個戰略,就是一個叫做人治戰略 你就攻進來夏爾松 這些鵝軍會怎麼對付這個叫做夏爾松裡面的居民 就像馬里烏波爾那樣 他怎麼會理你呢 他不會就住的嘛 但是你烏雷軍就會就住的嘛 這樣來說,對這支軍隊來說一定沒有好處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烏克蘭軍呢 就是引那些鵝軍 出來這個夏爾松這個城市出面 就是這個夏爾松地區出面這些叫做交易的地方 這些農田地方 就摧毀 就是說 殲滅這些鵝軍 要這樣打,就看肯定是一個消耗戰 說時說吧 其實你看到現在這個烏克蘭人反抗 都是不說得少的 之前你看到夏爾松這裡 裡面這個城市都很小的範圍 但是現在你看到這裏呢 這裏也是一個斜條 藍色這一格很大塊 這塊真的大到 你想想 整個這裏東南邊 這裏你挖了幾個地方 你經常都說這裏東南邊 就是說這裏 就是這個鵝軍想打通這條綠路 這條綠路線 就可以貫通黑里米亞和他現在佔命的地方 這些地方就肯定這個鵝軍 就不會吐出來的了 他肯定是會拿的了 但是問題了 現在你看到這塊東西出來之後 究竟這塊東西是好似克爾松那樣 只是拿著旗在那裏 就是那些人在那裏 在那裏 示威抗議 還是上曬工具和你打過呢 上曬工具和你打過 這個範圍非常之大 大過馬里烏波爾 大過克爾松 這麼大的面積 你可以在這裏這樣滋擾這個鵝軍 這個鵝軍 真的有得震沒得睡的 是吧 所以你看到這個鵝軍在這裏 基本上是站不穩 就是你當地人民反抗得這麼緊要呢 就是可以放出一個很強烈的信號了 就是說肯定這些地方也都是 是收到 就是外面的那個信號了 就是說現在這個鵝蘭軍做一個叫大反攻 那這些是否等於呂應外俠 這些鵝蘭人是在背後 這個鵝蘭軍的大反攻呢 最主要了 現在看一件事 就是烏克蘭的民眾 那個向心力極之強了 你看烏克蘭的民眾 有沒有在烏克蘭裡面放火啊 沒有的嘛 相反來說 俄羅斯裡面 天天都火燭 就知道了 知道這個 這個鵝蘭軍來說 就是現在道日如年了 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 所以也是一樣一塊 你看烏克蘭的民眾 所以我們在烏克蘭的建築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鵝蘭建築 當然我們在烏克蘭的建築